一人黄嘉谦跟前夫夏克利离婚官司持续一年 两人各说各话 但现在案件出现了最新进展 根据士林地方法院的判决 黄嘉谦确定取得保护令 也就是说关于黄嘉谦的指控 一定有部分事实遭到认定 像是有掐脖 赏巴掌等暴力事件存在 而除了肢体的攻击 也有直接兼言与暴力 并出现死亡威胁 根据文件指出 夏克利也会在情绪激动的时候 出现殴打自己撞头等行为 因此判定夏克利需要远离 黄嘉谦住所300公尺 只是对于保护令 夏克利则表示不方便公开受访 因为担心这样会违反保护令 董事新闻组合报道 由于今天早上那一个 看到这个静州刊的一个报道 夏先生委托我今天来帮他 请各位来 然后做一个简单 就今天报道 做一个很简单的说明 那我们先请夏先生 右边的手机可以滴下来吗 第一件事情在今天的报道 在今天《静州刊》的报道当中 都提到的这一个董小姐 基本上来讲 并不是像这个报道上所说的 是在阿加拿大的所谓的邻居 因为他们事实上来讲 并没有住在这一个银井 而且说 因为这一个董小姐 要到他们家 必须要开他们的车 那这个本来讲 我们并不认为这扣成 这个所谓的这一个邻居的邻居 那么基本上来讲 我们回复到这一个在当年十二月的一号的当时发生的事情 早上大概十一点多的时候 那早上一大早呢 一大早是一个 当年夏先生就已经送了他们家的家人去学校 那回到家之后呢 那一位他也是还在家里 还没起床 但起床之后呢 他们就最近这件事情 感觉又淹草嫁 淹草嫁之后呢 那下午大概十二点十二点一点多的时候 那一个夏先生 他当时有先出去一趟 回来之后 他就没有看到这一个黄女士也在家里 那之后呢 那之后一直到十二月十二号晚上 那一个他们家人在办他们的生意派对的时候 才又见到这一个女士 但问题是在于就是说 董小姐说的 当时协助这一顿 协助抗理器去这一顿 圣保罗医院的验伤 如果按照董小姐说的 他们是在早上那个时间 在中午的那个时间点 发生所谓的家报以外 圣保罗医院的这一个验伤 确实是在当天的晚上十点多 他们才到医院去进行 这个是我们从事后从法院的这一个记录当中去看到的一个事实 但是呢我们更觉得更奇怪在这个案子里面更奇怪的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是 在圣保罗医院的这一个记录上面 他讲的是看到的他在右边的脸颊上面有红肘 但是呢到了第二天 到了第二天12月2号上午的这一个警方的所做的记录报告当中 这个红肘所谓在右边的红肘 警方看到的红肘确实到了左边的脸上面去 所以到底 那个报告上面所写的红肘到了左 是在左脸上面 在这个当天从12月1号的中午到12月2号的晚上当中 两个人完全没有碰碰的情况之下 所谓的红肘会从右边的脸上跑到左边的脸上 坦白讲我们认为说在这个案子当中 这样一个迹象我们认为说 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现象 既然是非常不可思议的现象 所以呢当加拿大警方把这案子移送到检方之后 法院他们加报这个是一个刑事犯件 移送到检方之后 检方经过的长年的大部分一年多的侦查吧 向法院提出 有向法院提出的东西 但是呢一直到 到了去年的7月25号 到了去年的7月25号 因为检察官呢可能看到这样的证据 实在太过不过太过奇怪了 所以呢他在这一 他们在这一个去年7月25号的时候 加拿大的检察官就向法院呢 申请直接撤回这一案子的起诉 就直接撤回案子的起诉 但我们可以看到 彭宇是透过这一个赖律师帮他发的声明稿当中 他说了 说什么 他说7月25号的时候 案子并没有终结 案子他说案子并没有终结 8月份还会再开提 但是我们从加拿大法院他们的公事的资料当中 让你很清楚的看到 在8月份的时候 所有的案子 所有的这一开庭的记录 全部全部表示他是终结的 所有的法官当庭 当时在7月25号当庭 他也确认了 所有后续的程序 是全部被取消掉的 所以基本上来讲 这一个董小姐在他的这样的一个声明当中 在今天的报导当中 他所说的这些东西 基本上来讲 我们从来没有在加拿大法院的记录当中 有看到过 甚至在台湾所有的法院的 法院的这一个记录当中 也没有看到过 那我们推测 我们可以认为 因为这个案子呢 就我这个地方来讲 我是去年从10月之后才开始接到这个案 11月开始才接这个案 所以呢 这个这个部分呢 基本上来讲 是我们在11月 在12月的时候 我们就这个就这一个 因为夏宣城迟迟没有跟家人能够获得的一个负面的机会 所以提出了这一个暂时损控的申请 所以提出了反 这一个 提出了一个反请求的申请之后 夏女士他们 黄女士他们才提出的一个说法 用其他 透过他的朋友再提出的一些这些说法 所以我们会 我们希望就是说 既然黄女士跟他的律师跟他的经济人一再对外讲说 这个呢 这个事情 他们不愿意对外继续去发表任何的说法 哦 要还给司法一个存信的空间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他也应该要去约束他的朋友们 不应该在没有任何实据的情况之下 就任意的对外来放话对外来说明 哦那这样当然对司法会失意的干扰 那夏先生这边我们也从来没有任何他的朋友 从来也没有他的律师 对外去做任何的就在案子做任何的表示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 透过法院透过成属与者 让他早日的可以跟他的家人能够有建议的机会 哦 大致上来讲我们会认为 希望就是说 这个案子呢 能够继续保有让法官 让法院能够继续为一个单纯的一个审计的关系 我觉得他已经都讲得还不错啊 我觉得我很不开心 我每次看到说黄家谦不讲话 经纪人或是律师都说黄家谦 我在媒体里面都说黄家谦不讲话 其实这个经纪看的报告是谁要讲出来的 这些是冲告吗 就是 就是他里面的accusation就是他的无告 其实都是黄家谦发明的 全部都是他 所以不是经纪看突然决定说哦 他们要攻击我说哦他们有建议什么 没有 这个就是黄家谦在讲话的 这个 呃 郎君 他也讲一大堆东西 是 郎君有在吗 他今天有讲说 我用我的手来装黄家谦的胜部那边了 就没有人会看到他的伤 那个郎君有在吗 他有看到这个东西吗 或是黄家谦有跟他讲这个 所以他跟你们讲的 我受不了 每个人都讲说我老婆都没有在讲话 他一直在讲话 然后他为什么现在又要讲话 是因为他要大家觉得我是会做这个事情 我是会家暴的 我从来没有家暴 加拿大台湾完全没有兼具我有家暴 有兼具 我没有家暴 有兼具 他们在骗 这个 Vicky Tung 这个 Tung 小姐 我会搞她 我一定会搞她了 因为她其实我没有兼具 她也是有骗台湾的发源 有骗加拿大的发源 她有说我在台湾 她有跟加拿大的警察说 我在台湾有 criminal record 我从来没有 我受不了 我就是觉得他们可以一直这样子做 然后我是看不到我的家人 我觉得就是一个 他们要台湾人都说 我对他是一个不好的人 不要让他看到他的家人 因为他很好 我不是 我是一个好爸爸 我也没有对他怎样 我其实我的 我的房子 我的那个 我在大陆工作很多 然后我钱都送回来 我那个贷款在我们 南港最高的 最大的高国安的房子 都是我付的 然后他 他让我签那些东西的时候 跟我说这个 那个贷款的paper 我都没有知道 里面有个东西说 这个房子之后 是他的名项 我不会 我会跟他说 这是我们的房子 为什么要放在你的名项 我不知道 他让我偷偷的去签这个东西 好 我不应该讲太多了 我就是觉得 就是一直来 一直来一直来 我就是想看到家人 然后一直说他们要法院 法院弄了 到法院去 可不可以到法院去 可不可以法院去 可不可以处理这个东西 我想看到我的家人 对不起 对不起 Vicky Tung是 Vicky Tung 这个地方你会在 后面做什么时候开始 对 我会 我会把 所有他跟他的讲话的 都给他们去 给法院 他其实不是我们的邻居 他还没有住在我们路上 他是一个住在 温哥华要开车 可能20分钟 到他家的地方 是我老婆 没有突然看到他的路边 他是骗的 他是带给他 过去那边了 我女儿那是11点 12点 中午的时候 我小孩子在学校 你觉得我又说我要杀他 我又追他生命危险 你是个妈妈 你会做什么 你会马上到学校 把小孩子拉回家 对不对 他有这样做 没有 他任我去接小孩子 第二天警察来 听到故事说 他马上去接小孩子 他说不用啊 小孩子跟爸爸在一起 是安全的 这个是在加拿大的 警察的报告里面 他现在不给我看小孩 为什么 哦 因为我威胁 可是那时候 警察要来抓我的时候 他说不用了 他为什么说不用了 是因为他知道 我在卖圣诞节礼物 我在卖他的吃饭 我在带小孩子去外玩 然后派对要开始的时候 他让警察那时候进来 把我拿走 在小孩子的面前 谁会做这样子的事情 给他们的小孩子 看到爸爸被拿走 在小孩子的面前 没有 应该这样讲 加拿大的判决室 是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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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够的 证据 因为没有 他们只有证据 说 其实他右边的 是明显 都可以看到 警察的 跟医院的 这边 有这样子的 其实你可以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 在那边了 然后另外一边 没有照片 可是他们说是在这边 有一个痕迹的 我没有看到 中间他从这边 跑到这边 是不可能的事情 除非你自己挂脸 好 我不说是他挂脸 他穿 可能别人帮他挂脸 可是不是我做的 因为我离开他的时候 他没有什么事 因为我从来 没有打他 在加拿大 如果你是个男生 你弄一个女生 你一定会被抓走的 不管他有没有 会去台湾 加拿大如果有间局 他们一定会把 这个男生去 坐牢 加拿大现在很严 所以其实 就是根本没有 还有 他跟女儿说 你看我的波子 他会去家里的时候 他跟女儿说 你看我的波子 加拿大的医院 说波子没事 加拿大的警察的那个 报告 也说波子没事 他也从来跟他们说 我有做什么 最大的波子 他就长到一个枕头的东西 为什么长到枕头 因为不会有mark 因为他从来没有伤 因为我从来没有做他任何家暴 这是被设计的 是因为我要把小孩子 带回去加拿大 因为在台湾 他一直带他去做活动 做活动 做活动 我们有说过 我们小孩子已经去大陆做爸爸去呢 我们对那个影响会太大了 在他住的地方 不要让他一直做活动 我说做什么的 他一直带他跑来跑去做活动 做活动 我跟他说 我们不是说不要这样子做吗 他的那个经纪人 愿美 就一直去帮他解case 上节目 做那个 都是要跟 他们说 我们要女儿来做一个 洗髮精的广告 我说不用了 我赚那么多钱在那边 不用解这个 他就是要去接 可是要怎么 要把妈妈跟女儿放在一起 包包 小孩子的包包 原本是要给女儿 要把妈妈跟小孩子放在一起 我跟你说 你现在要把十年前 我们家的东西 现在也捞出来 他有没有外遇这个事情 我们不要再打开另外一个 他有没有外遇 你自己可以 可以看 可以看 谢谢 嗯 当天 吵架是 11点 差不多 12点 他离开家里去 第一家 三点半 我去学校 去小孩子 我一直说 如果他觉得 我有 我追他生命威胁 我威胁他 我这么糟糕的 他应该会去 解小孩子吧 他跟他朋友 应该会把小孩子 拉出去 你不会让一个 神经病去解小孩子 所以 我有去接小孩子 他一直跟我在一起 到 第二天的 我女儿的上热的 那个晚上 七点 他 七点半 他请警察来家里 他说 我拍我女儿的面子 没有没有没有 他说 早上 我看前面好不好 看下镜头好不好 看前面 谢谢 对不起 他有说 早上 早上应该是八点 八点半 我送小孩子去学校 他还在睡觉 他自然起来 差不多十一点多 然后 那时候 没有吵架 然后 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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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这么复杂 其实就是一样啊 他想把小孩子 拉回去台湾 在教会做节目 然后在做很多宣传的东西 要继续他在演艺圈里面 然后我不要 我要小孩子 当一个普通的小孩子 可以好好的生活在加拿大开心 没有人知道他是夏天 他们知道他是哈比 然后不知道他是艺人 我喜欢他可以有这样子的生活 可是我这样子会让他跟他经纪人不开心 还有他一些教会里面的人 要用他来做节目在教会 不开心 所以他就想要带他回去 可是女儿想要跟我留在加拿大那时候 所以他想到一个方式 可以 让我和女儿被分了 他可以好好的把小孩子抓回来 然后一直不给我看小孩 一直到现在 用的方式就是说 我家暴 从来没有家暴 这个东西 没有兼具 也已经过了加拿大的法院 也是送很多东西给台湾的 那个汤小姐送到台湾的法院了 从来都没有 郎君讲的东西 也从来都没有送任何东西 为什么 因为是废话 要被搞好 其实我很开心他们有这样子讲 因为我们 我们会搞他们了 我们好好搞 他要这样子玩 我们就开始好好的去搞这些人 因为是不对的 他有经就看 怎么会这样子做 我现在 我现在要回来去看我女儿 我现在在路上 人家看到 在每个便利商店 看到我的脸 在那边说他们有兼具 我有家 我从来没有家暴 你看 我给你看 其实有人在 神明威胁我 在网路上 你觉得你这样子写OK吗 我要在这里可以看到我的小孩 然后你看 你看 我发成英文的 就是 网路上就是 men who beat women deserve to die 其实 我也不觉得 我觉得 家暴也很不好 可是我跟你说 这个是一种家暴 男生也会被家暴 男生也会被 bully 好不好 女生也可以弄男生 我要看我小孩 我还是看不到小孩 对不起 不好意思 董小姐有说 她在车上 我听到你 大哥 我从来没有 其实我有 我自己常的message 我都有在我手机 我今天有跟他们说 要不要给你们 我跟她讲话 是非常的有礼貌的 我也说我担心 我老婆我没有吵架 她又跑出去 她是不是在你那儿 她一直跟我说 没有我在外面 一直说 我有所有的我可以给你看 我从来没有说这个话 如果有的话 她为什么没有把这个 给加拿大际警察局 因为我在威胁她的声明 她也听到了 没有给 因为没有发现 也台湾也没有给 因为没有发现 为什么 因为给 可能可以被告 因为是误告 因为这个事实 不管在加拿大会 在台湾的这种 法院的诉讼当中 完全全都没有提到过这个案件 但我们相信 如果说当时 董小姐确实有把 这一个东西交付给 这一个加拿大警官 或加拿大的检察官 那坦白来讲 如果真的有交付的话 那么去年的7月25日 加拿大检察官 就不会去加拿大法院 法院前的案子 拿策医 好 好 好 因为大家也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这么多年 都没有人家 在那里 在那里 这个其实很无聊 我跟你说 我老婆其实不想要 一个人 一个人可以做 她不需要我的同意 我们在办 我们就是在办 确实有提出 确实有 这一个移民心情的提出 但是 其实我跟你说 我有个录音 黄家谦的声音 自己说我在帮她办 那骗她 但是因为呢 因为在整个程序上面 要取得 最要取得的身份 是除了 除了的申请之外 必须要防消解 她要能够在这一个 加拿大陆境内 必须要注明一定的时间 但是黄家谦从来都没有 去注明这个时间 那当然 拿不到这个身份的合作 那如果说 要这样说 这一个是因为 因为夏先生 不让她去办 这一个 不让她加拿大陆的身份 很难道他讲 这个跟事情是一点分不分 还有 有点矛盾 我如果 他要申请加拿大陆 他要跟加拿大陆那边说 我们的很好 所以 我要申请他的 跟加拿大陆人 他跟他的哥哥 Vincent 他们有逼我签一个 分组协议 2020年的 12月27号 所以 我要在加拿大陆 2月2日的 9月10月11月 要帮他办加拿大陆 他已经跟我签一个分组协议 我要在加拿大陆 swear 我要证明 我们是在一起是很好的 我们的婚礼是很棒的 要给照片 可是他请我签一个分组协议 然后我有个录音 他跟他朋友在讨论 然后他说 他讲说我老公不开心的做这个 我不开心的做这个 是因为你要我骗我的国家 说我们很好 我们要结婚 我们很好 可是你 你为什么要让我签一个分组协议 然后你要我做这个 很矛盾 可是我这个也不能用在法院了 因为那个录音是 他跟另外一个人在讲话的 好像也不能跟你们讲这个 可是没办法 就是有 因为真的是事实 我为什么会跟你们这些讲话 是因为我讲的都是事实 然后我每次都拿paper出来 要给你们看 因为都是事实 他都不说 他都讲话 因为他其实都是在骗你们了 也请别人来骗你们了 然后我很有资性的 我会去搞这些人 Long Lau Douza Kong 我会搞你 你在我女儿面前 叫我垃圾 No Tong 小姐 我会 我要去监狱 真的 太過漢了 因為黃女士特意她的律師在訪問上有信說他們不願 他們希望說可以有法院來說判決 那我們當然會覺得就是說 不論對於小孩子 跟對於家庭 甚至對於這個司法還是原來會 事實上來講 都會希望說這個案子 所以在雙方的律師的領域 其實不像靜態的律師的領域 因為不是來講 因為另外一個領域的自己主席之內是在一個律師的領域的律師 而且雙方之間對這個律師的領域的結果 基本上來說 應該是一個可能沒有律師的領域 但是其實就是說 讓雙方之間的領域都可以展示的領域 讓這個更助益的領域成功 我其實我要謝謝很多台灣人的朋友 然後我知道很多人今天看到報告 那個報紙上線說有證明 有proof 沒有proof 你跟法院沒有說什麼 加拿大法院沒有說 他們說沒有了 台灣的也沒有人在看我是不是有做家暴 就是一個離婚的動作也沒有證據 所以很多人在台灣現在看到那個 就我是做家暴 家暴是一個很不好的事情 我不覺得 可是男生可以家暴 可以追女生家暴 女生也可以追男生的家暴 然後一個人說一個故事 別人相信 然後就開始講你的壞話 不是我而已 有很多人有這個問題 你不要這麼快去跳說 喔他有做什麼他有做什麼 因為他有一個生命 他有一個小孩 那個小孩子也有朋友 我其實蠻失望的 金鐘探會這樣子去寫 然後我又考慮說 你要不要去搞他們 因為我覺得 不應該有這個機會讓人家這麼 這個很糟糕的 我知道你們今天做很清楚 你們工作很多年 就是睡覺很晚 然後我不知道誰是做這些決定的 我還蠻清楚的 有這個會拿錢 去放一些東西 哦你要一個很漂亮的照片 在你的一個包子上 好 多少錢 好 多少錢 好 換上 請問你這樣說過年有強勢對你嗎 我都沒有跟女兒 我已經從夏日二號 她的生日的時候 我沒有跟她聊 所以就有法院 法官 有認為有個機會跟她 跟她講話十分鐘 再 對 然後最後我老婆 然後我沒有辦法繼續 那麼 之前在 去年十二月 愛怕的金鐘探會 因為在幾個錢 到的時候 那個時候 校長有信誉要送 有信誉能夠用判斷 的方式相對的 但是事實就有了解 這個方式 對那些歷史 我去婚兩年前送的禮物 跟我媽媽送她的禮物 黃家謙把禮物丟回去管理員那邊了 用丟的 然後我們有證明 因為被錄影了 然後 就是 我媽媽要給她的禮物 我不看 我父母就很想她了 我父母就很想她 我父母就很想她 從那一年 從那一年 的十二月二號 開始到現在 我沒有看到她 我沒有看到她 我父母就很想她 她十二歲的生日 一直到現在 她現在十四歲多 她長大